大家好,我是韓國人,我們是打假漢匠 然後就在今天韓國人錄影的時間 剛好是雙十一 在台灣非常多朋友都說今天要光棍節 然後在台灣非常多購物的平台 都推出非常多的這種優惠 那我也看到非常多的朋友 早上就在那怎麼樣 哇,講便宜趕快購買 韓國人也去一些平台 剛好看到這種iWatch之類的 哇,半價耶 可是限量只有兩隻 那時候我就一直在等時間 因為他剛好中午12點可以去搶 但是可惜都沒搶到 明明我已經都點進去 都準備要付款 結果他就跟我說 這個貨已經沒了 我也覺得很荒妙 但是各位朋友啊 就在今天你看到非常多台灣人 尤其覺青 大家都在那過雙十一 或者是靠雙十一的優惠啊 買到很多這種3C也好 但是啊 今天這節日啊 真的證實 台灣人 尤其覺青們 真的都搞不清楚 自己在幹嘛 為什麼韓國人這樣講 其實雙十一 你真的仔細去看一看 他是大陸發明的耶 他是大陸一個非官方 非傳統的一個節日 所以主要是 當時雙十一就是有個光棍節 然後當時就說這個 維基百科都有寫啊 這個以自己人士單身一族為傲啊 這個光棍的意思就是單身的意思啦 他源起於這個網路的文化和校園文化 此前也被稱為光光節啊 他同時又因為曖昧的男女 可以在這一天暗示自己單身 這一天也是眾多單身狗為這個脫離光棍節狀態 而舉辦交友聚會和活動日子啊 因此啊同時是脫光節啊 一直為脫離光棍單身的節日啊 與此同時也是各大商家 特別是線上貢物啊 以脫光為由打著促銷的時期啊 這從2009年11月11日開始啊 那當時那個盛行的網站啊 就是淘寶 然後你只要打雙十一 在這個維基百科裡面 他就有寫啊 是指每年11月11號 大型促銷活動啊 最早起源於中國阿里巴巴旗下的購物網站 在2009年11月11日舉辦的 淘寶商城促銷日啊 各位啊 為什麼剛剛韓國人講 今天其實對於非常多 那種瘋狂購買3C的絕青 是一個很矛盾的日子 當然韓國人不想要把商業 跟這種政治混為一談 但是各位啊 回首這一年 台灣人尤其這種絕青年輕人 那反中反到低能的情緒 然後整天在那說什麼啊 那個大陸可能 那個滲透我們媒體啊 喔 甚至我們這一年發生這麼多事 尤其愛奇藝 台灣站的 台灣人代理的 被趕走了 然後你看 好笑的是 十一月十一號 這個大型的促銷活動 它最早起源於 中國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 結果韓國人前陣子才做什麼主題 也就是台灣淘寶 被我們的政府啊 一直要用著說啊 背後有錄資啊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又看絕青在這痛嘛 之類的 然後後來他們也 算了 撤出吧 沒差啊 反正在台灣 你只要去這個大陸的淘寶也照樣可以買啊 所以為什麼我說現在台灣真的活在一種矛盾 沒有是非 然後連這種基本邏輯都搞不清楚的狀態 你講了這麼多滲透 結果你今天過了一個真正怎麼樣 真正大陸的節日 你整天我們要過中秋節或者過端午節 一堆絕青就會在那鬼扯 或者像之前這個民進黨的在那鬼扯說什麼 喔 這個是楚國的這個這個節日 之前我相信大家都聽過這種荒謬的笑話 但是你都已經防了 你都這麼抗中了 結果你今天你給我過雙十一 結果你今天你看 超好笑 你打開PTT 超多人怎麼樣 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絕青啦 但是在PTT當然就絕位非常重嘛 這上面就寫什麼 雙十一真的有比較優惠嗎 大家就開始在討論 也有人說啊 我要趕快立即買啊 還要看店家看看有怎麼樣優惠 哇討論的非常的熱烈 還有什麼還有說這個小米啊 雙十一啊超級購物節 因為在台灣前幾天 韓國人不是有去購物中心 奧類啦不是購物中心 然後我不是有PO一張圖 我就說哇怎麼小米人這麼多 欸各位真的那天人好多 結帳都要排隊 因為那天小米全面的 因應雙十一 他們有做一個折價的活動 就原價然後再折個幾百 因為小米已經那種家電 真的在台灣來看 又有質感又便宜 已經很便宜了 你根本不用特價 我都覺得很便宜 然後那天又折了兩三百 有一些的東西 但是韓國人其實站在那這樣看著他們 我真的覺得心中很矛盾 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絕情 但我相信還是有絕情 我覺得今天台灣人一直說要抗中反中 甚至把疫情都帶入到抗中的情緒裡面 你看著陳時臺 你看著這些所謂蔡政府的防疫專家們 每一個怎麼樣去抵抗大陸的這個 新冠疫苗 現在疫情肆虐全世界 台灣還在為了這種 好像這種假的只是為了要製造仇恨 就像韓國人講為什麼要反中 就是要製造一個中國大陸 當作一個假想敵 那今天因為我們這些人 或者藍的人 會比較希望跟中國大陸 和好和平相處 這時候就可以說 你們是中共同路人 就製造假想敵 把我們都推過去 就說我們都是敵人 都是壞蛋 都是這些舔共仔 然後嬰兒說 我們不舔共 我們要反共 我們要幹到底 撐香港 抗中寶臺這樣 然後這樣把台灣整個撕裂 那是失戀 你回首看 像今天雙十一 一堆人在狂買東西 這不是很諷刺嗎 而且我們整天說我們守護民主 我們不要受到這個大陸的侵略 尤其文化有沒有 當時說愛奇藝趕走 因為怕怎麼樣 怕他們的這個大陸文化滲透台灣 那今天是什麼啊 一堆人在說今天過光棍節 台灣人欸 各位朋友 我沒有跟你們開玩笑欸 台灣一堆年輕人說過光棍節 然後看著街上情侶 還在那筆中指欸 就是拍那個 就好搞笑的照片啦 那這到底是什麼 啊不是反中 反中怎麼會過光棍節 怎麼會過大陸 自己當時 網路 起源 然後再加上這個淘寶 而且還是被台灣 當初趕走的這個台灣淘寶 都有相關的 還是那個發起的 結果你看台灣一堆企業 一堆這種網路購物平台 全部都在做雙十一的特價 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說台灣人 就是中國人 就是這樣嘛 還不承認自己是 還要人家跟你說你是中國人 好像今天 你明明 你有個名字 就你不承認 你一直叫自己叫放屁 我說你不叫放屁啊 喔 我說你叫小明 比較好聽 喔不對不對我叫放屁 所以各位朋友啊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景象啊 然後重點來了 台灣現在最愛的美國 你看川普 亂七八糟 今天新聞也非常多在那說什麼 我今天真的看到這則新聞 我都傻眼了 我說無視拜登的勝選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就是最高的這個反中大將 他說會將政權移交給 第二任的川普總統 看看我們現在這個民主大國 台灣人信仰的國家在幹嘛 竟然不尊重投票的結果 你現在又看到這些大差緣 一直在那報導說 哇 川普支持者 哇這個大量的抗議選舉舞弊啊 或者說 哇川普支持者在賓州 廢城抗議選舉不公啊 拼命一直做出 好像真的這場選舉真的有問題 各位你們都忘記一個keep point 川普是總統耶 你今天選舉舞弊是總統 如果是我的任內 我是總統的話 各位朋友 我的任內發生選舉舞弊 最大的關係就跟我有關係啊 怎麼會是跟一個沒有權利的拜登有關係呢 你說集體舞弊 好啊 那各位 那我真的 就跟韓國人講的民主已死 所以你們幹嘛 鬧得亂七八糟的美國 而且今天還有一個數據出來 讓我覺得真的非常可怕 他說美大選 驚人發現川粉得新冠的機率 是拜登的支持者三倍啊 而且這份資料還是台大公衛學院 哇 公衛學院都比城市太太屌了 他說今年美國大選結果 以這個幾乎出爐啊 以各州這個投票率對比各州發生率 也就是新冠發生率啊 可以看見啦 紅色共和黨拿下來的州 發現這個發生率啊 多高於中位數3% 而藍色民主黨拿下來的州啊 發生率則多小於3% 看美國現在受著疫情 尤其你看這資料我真的 我跟我想像都沒有差很遠耶 真的 就支持川普的這個 比較多的這種州 都比較容易確診 真的很好玩耶 這根本跟我們想像 沒有落差很遠耶 就真的有人就做出這項報告了 那美國現在怎麼樣 現在有可能 川普不願意交出政權 然後川普的粉絲要準備大亂 然後大家都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因為現在又是新冠 那麼嚴重之下 這是我們最崇尚的美國爸爸 結果中國大陸現在在幹嘛 中國大陸 今天在雙11 然後新聞還寫什麼 哇創新紀錄啊 天貓雙11訂單 峰值每秒58.3萬筆啊 哇這次怎麼樣 高達多少錢啊 大家 我真的我看到非常驚訝 這是台灣媒體統計出來的 他說2020天貓雙11 全球狂歡季啊 這個11月1號到11月11號 這個成交額啊 於人民幣啊 3723億啊 於台幣1.6兆元 訂單創造這個峰值 達每秒58.3萬筆啊 刷新去年每秒訂單 54.4萬筆啊 去年是多少 去年全天成交額 2684億元 所以今年完全高了1000多億 各位朋友 請問一下各位 你這樣看完我真的 我以為中國大陸 是我們最崇尚的這種 民主自由的國家 對不對 全世界疫情肆虐 中國大陸的天貓雙11 獲了上一年紀錄 1.6兆元欸 各位朋友 這不是 這不是小數目欸 所以各位 最後韓國人要跟你們講 這不就很諷刺的東西嗎 這種1.6兆元 這種東西 應該是要出現在 我們最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啊 今天是出現在中國大陸啊 各位台灣朋友 絕親們 你們有沒有去思考 為什麼韓國人說 你們跟世界脫離 怎麼這麼遙遠 整天相信綠媒 整天相信騙你的人 不相信跟你講實話的人 這個就是實話 錢是最真實的吧 韓國人跟你講實話 那你過什麼雙11 你今天你們可以抵制淘寶台灣 你們可以抵制這種愛奇異 那為什麼不能抵制這個 雙11呢 為什麼大家照樣 你看新聞一堆在說 今天雙11 怎麼樣特價 咖啡特價 怎麼樣特價 那為什麼你們不能抵制呢 而且各位 韓國人今天觀察到一個點 真的太屌了 因為我今天就去這個淘寶 我就去找手機 因為我有跟很多粉絲們說 我想要買一隻大陸的手機 來用用看 來比比看iPhone12的這個直播 看看畫面可不可以更好 但是韓國人經費有限 所以我今天一直在翻淘寶 真的在淘寶 一直在淘寶 看看看怎麼樣便宜 結果各位啊 我有看到有非常多手機 第一很好玩喔 在台灣買不到 哇 這樣換到我 現在要去大陸買了有沒有 這個絕情可能都沒想到 哇有些手機好到我們都只能 去大陸網站買 那我就去淘寶一直淘 看到有便宜了 但是各位荒謬的來了 他們不直接寄送台灣了 他們要叫我怎麼樣寄送 他們要叫我再找一個這種 算是託運的單位 他們再寄到託運單位 再從託運單位寄過來 雖然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這樣 但是各位 這就是怎麼樣 他們內需市場已經非常的夠 他今天可能忙內需的訂單 就忙到爆 他完全不會想說啊台灣人會來買 他甚至說台灣我不送喔 對不起喔 他就直接跟我這樣講 我收到一堆訊息 所以我昨天半夜凌晨 雙十一的時候我用的超多 因為我要省錢嘛 所以各位啊 還要活在井底裡嗎 為什麼不抵制雙十一呢 為什麼還要再過這個 所謂真正你們怕滲透 怕大陸文化影響我們 結果今天反而再過這個節日 好好笑喔 所以各位啊 這就叫精神錯亂 這就叫不知道自己在衝殺 好 好 在衝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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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